小林村居民緩緩地從高雄地方法院檢驗室查庭走出來 各個面色凝重 無法抑鬱 達了三年的國賠案訴訟 25號下午5點 經高雄地方法院一審判定原告小林村居民敗訴 嚴處分國徽 八八峰在5年後 經過3年的審理 今天聽到這樣的結果真的讓人家無法接受 也深感遺憾 對照這場台灣有史以來 傷亡最慘重的國家賠償案 而今日的判決結果竟是如此荒謬 這種結果令所有追求公道與正義的小林村民一致錯二 2011年小林仇建會代表上百位居民正式走上國賠訴訟案 追究高雄市政府防災疏失責任 且監察院在民國98年就已認定當時的假仙鄉公所救災不利 並給予當時的鄉長彈劾處分 居民認為對於高雄市政府的控訴 在一審遭到駁回 表示都無法接受 難得法院今天竟做出與監察院及司法院工程會完全相反之認定 對於這樣蔑視公理扭曲事實 關關相互的判決我們無法接受 小林仇建會會長表示 為了還給462條小林村親人生命的一個公道 哪怕是一塊錢的勝訴判決 也都將堅持到底 我們也會繼續尋求司法的救濟 希望所有關心我們的朋友繼續給我們支持與鼓勵 並請將來高雄高分院詳查本案事證 品領取職還給我們公道 以為462位主人在天之靈 一審判決結果雖然令小林村居民無法接受 但決定會繼續上訴 直到政府還給去世的小林村仙人遲來的公道 所以我們一定上訴到底對不對 對 這期雅木烏六高分院社採訪報導 加油